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话的是老杨 站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妻子 怀里抱着的是他们的孙子 只有三个月大 老杨说带着这么小的孙子来发院 他是迫不得已 因为孩子的父母都不管孩子 原来三天前 老杨的儿子离家出走了 儿媳也赌气回了娘家 孩子就这样扔给了他们老两口 老杨夫妇年纪不小了 照顾孩子很吃力 又怕有什么闪失 没办法就想来到法院 以孙子的名义起诉孩子的父母 要他们履行抚养职责 而提起儿子与儿媳的事 老杨说一言难尽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一个未满三个月的孩子被父母扔给了孩子的爷爷奶奶 至于背后的原因 老杨说那是因为前不久 孩子的父母之间出了点问题 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能让父母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了呢 不到三个月大的孩子状告亲生父母的事 在浙江省渠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还是第一次遇到 孩子太小 法官觉得不管怎样 先把孩子父母找回来 老杨说孩子的父亲离家时没有带手机 联系不上 不过儿媳离家后回娘家去了 应该好找 法官决定先去找孩子的母亲 了解一下情况 孩子母亲的娘家并不远 从市区过去也就二十多公里路 在这里 法官见到了孩子的母亲阿文 阿文今年二十四岁 看到法官上门 他也猜到了是因为什么事 法官向阿文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 希望阿文能够尽到母亲的责任 不过阿文却始终沉默不语 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那么阿文和丈夫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人为何致年幼的孩子于不顾先后离家呢 说起事情的起因 阿文是一肚子的委屈 阿文说没有哪个母亲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 走到现在这一步也是没有办法 事实上 孩子从一出生就一直跟着他生活在自己娘家 后来是因为他丈夫的一件丑事 不得已他才把孩子留在爷爷奶奶那里的 而提起丈夫的丑事 阿文说 此前他怕村里人知道 一直不想说 现在法官来调查 他才愿意说出来的 阿文回忆 事情大概发生在一个多月前 他母亲在县城的一家宾馆 看到令人难堪的一幕 当时他丈夫也就是孩子的父亲和一个陌生女人在一起 心直口快的母亲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女儿 起初阿文并不相信 觉得可能是误会 阿文和丈夫是2015年结婚的 丈夫比他大两岁 阿文说婚前婚后 丈夫带他都是不错的 也没有见过丈夫在外念花惹草 他觉得会不会是母亲搞错了 抱着一丝希望 阿文跟丈夫问了这个事 没想到丈夫什么也没有说 对这件事也没有解释 在阿文看来 这相当于是默认了 事后回想 阿文觉得 其实早在他坐月子的时候 丈夫就有出轨的迹象了 只是那个时候 自己也在调养身体 又忙于照顾孩子 没有过多留意 阿文说孩子出生前一个月 他回娘家待产 丈夫在20公里外的一个镇上 和公婆住在一起 经营着一家钢筋店 六月份 孩子出生后 坐月子期间 为了方便母亲照料 他和孩子仍住在娘家 起初 丈夫隔三差五还会来看望 他和孩子 也会主动和他联系 可慢慢的 丈夫的态度起了变化 当时阿文刚生完孩子不久 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每天要给孩子喂奶换尿不湿 连同他父母 一家人的经历都在孩子身上 阿文说 那个时候 丈夫好几天都不给他打电话 公婆也不怎么来看孙子 他当时觉得可能是因为生意忙 后来才发现 丈夫整天泡在网上聊天 出于女人的敏感 阿文说 他曾经劝过丈夫 可是丈夫不听 没想到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不过在法官看来 这只是阿文母女的一家之言 他们需要找到孩子的父亲 核实这些情况 一个外地的电话号码 让孩子父亲的去向有了眉目 孩子的降声 让家庭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 三个月的娃娃上法庭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而问起孩子父亲阿康的去向 阿文说 丈夫现在可能在武汉 后来从那个女方那个手机上 写出这么一个电话号码 果然通过这个电话 法官联系上了孩子的父亲阿康 要求他尽快回来 解决孩子的抚养问题 在电话里 阿康答应马上回来 一天后阿康回到了曲州 他就是阿康 孩子的父亲今年26岁 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情 阿康承认主要责任在他 然后第一次出院了 回家去演的时候 就是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阿康说 其实他和妻子还是有感情的 他们的结合说起来还挺巧的 两人的相识 源自他父亲的一句玩笑话 那是2013年 阿康家要装修 请来装修的师父 正是阿文的父亲 在双方父亲的牵线下 阿康和阿文认识了 经过一年多的相处 两人很快走进了婚姻 阿康说 在孩子出生之前 他和妻子以及岳父岳母的关系 都是不错的 后来孩子出生了 老人们高兴得合不拢嘴 但是原本融洽的家庭关系 却悄悄发生了变化 这是他们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阿康觉得自从有了孩子 妻子的注意力全在孩子身上 对他的关心越来越少了 他感觉被忽略了 那时候家里的生意也不是很忙 没事的时候他就去上网 在网上他认识了一个女的 自己孩子都有了 又跟别的女人产生了感情 为什么会这样呢 更深的原因阿康不愿意多讲 不过出了这样的事 阿康承认是自己糊涂 由此看来 阿康出轨这事的确是真的 这件事情的发生 让双方的父母都很震惊 阿康的父亲说 儿子初中没毕业就不想上了 后来去杭州学做厨师 结婚后就回渠州老家 帮他一起经营钢筋店 在父亲的眼里 儿子虽然没什么大本事 但为人还算老实 他也想不明白 儿子为什么会做出这等糊涂事 对于这件事情 阿康的父亲觉得 儿子对不起儿媳 就是我这个媳妇 人确实是好的 他对这好儿子 都笑笑的 就是这种感觉 我对他 我可以说 我对这个媳妇 我没有把他当成媳妇感的 就是当成女儿感的 而在孩子的姥姥看来 女儿女婿结婚以来 女婿也时常来家里吃饭 还会陪他聊天 一家人相处的都挺不错 他真没想到 女婿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丑事 丈夫做出这样的事 最痛苦的莫过于妻子 但当时阿文还是决定 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庭 想带着孩子 回到公婆这边 和阿康一起住 他觉得 和丈夫重新住在一起 双方增加交流 或许 丈夫能够回心转意 我还是想为了孩子 还是想给他 但是他 自己的孩子这样做 我真的搞不懂 可是 让阿文没想到的是 此时 丈夫阿康却提出 要出门打工 阿康的理由是 当时双方家长 都给他很大压力 他觉得在家里待不下去了 于是 他就想出去打工 离开家乡一段时间 对此 阿文不同意 阿文的担心 也是有理由的 之前夫妻俩生活在一个城市 只是暂时没有住在一起 丈夫还做出了那样的丑事 这一旦出去打工 那以后还能不能有一个完整的家 就难说了 听说女婿想要出去打工 阿文的父母 阿文的父母也着急了 他一家人又不来了 这是我岳父岳母 包括我老婆 包括孩子又来了 好嘞 两句话没说 他把孩子一轮 在店里面 还没空气 我那时候 孩子把闯了一轮 那你要出去行呢 你让我带回去 孩子你抱着 你抱着 你抱着他说出去 考虑到孩子还小 同时也为了缓和夫妻关系 这次阿文和孩子 在公婆家住了下来 此时孩子还不到白天 话还不会说 也没有什么意识 每天除了吃 就是睡 他并不知道 大人们所做的任何决定 都将改变他将来的命运 然而接下来 事情并没有因为 阿文的妥协而有所改善 而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阿康说 当时阿文的父母 让他写一份保证书 保证以后不再出轨 如果因为他出轨离婚 到时候要赔妻子50万 他不同意这么做 我说 一样的 我说你女儿 跟我犯一样的错误 你一样给我50万 但是 这个东西 要是说以后离婚 不是因为说 女人的方面离婚 感情方面 合不下去 要再要离婚什么的 我说你不能把这个钱 算到离婚上面去 然而在阿文的父母看来 这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为了验证女婿 有没有决心 到底将来 打不打算跟女儿和孩子 一起好好过 阿文的家人一再解释 他们要求的这50万 并不是说贪图阿康家的钱财 而是怕阿康以后再做出伤害女儿的事情 为了保证输这事 双方又闹得很不愉快 然而两家人之间 不愉快的事情 还不止这些 阿康说 当时岳母向她要 三个月的保姆费 对此 阿文的家人 是这样解释的 阿文的母亲说 女儿生孩子之前 她在杭州做月嫂 月工资有5000多 后来是女婿阿康要她回来 照顾女儿和即将出生的外孙 并且许诺付她工资 算下来三个月的工资 有1.6万多元 对此 阿康也并不否认 那都是我们 叫妈是我叫她回来的 因为 赵文言呢 一直在外面 把别人带小孩 那么我说你经验好 丰富一点 对吧 我说你回来帮 回来帮我带 对吧 大不了我看你工资好了 阿康觉得孩子出生后 岳母为了照顾她妻子和孩子 确实付出了很多 她也心存感激 但是这次岳母开口 跟她要保姆费 这让她接受不了 她觉得这样做 太不尽人情了 不过 在阿文的父母看来 他们这么做 是为了再次验证阿康的态度 看她是否真心诚意地改国自新 阿文的家人觉得 阿康既不想写保证书 也不愿意给保姆费 显然是缺乏诚意 这不能让他们放心 而在阿康的内心 岳母加三番两次提钱 让她也很不爽 而一说到钱 大家要说的话 似乎都多了起来 我们结婚的时候 有一个 我说放你妈妈 有一笔钱 什么钱 礼金啊 阿康提到的这笔结婚礼金 大概有七万多块钱 婚后一直放在妻子父母那里 如果要算账 阿康觉得 这笔钱她也得算算 阿康的这个态度 让阿文的父母彻底失望 他们觉得 该算的账还有很多 为了钱的事情 双方的关系越闹越僵 对于发生的这一切 孩子的爷爷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 在孩子的爷爷看来 两人都结了婚 生了孩子了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走离婚这一步 为了让儿子回归家庭 阿康的父亲说 他跟儿子吵了架 甚至还动了手 之后 儿子阿康就抛下一家老小 离家出走了 而儿媳阿文也被亲家 接回了娘家 把不到白天的孩子 扔给了他们老两口 阿文说 当时他家人 不让他把孩子带走 他不得已 只好把年幼的孩子 留在了爷爷奶奶家 阿康的父母 五十多岁了 已经快三十年 没有带过孩子了 孩子还那么小 万一有个闪失 这个责任 谁都承担不起 我做爷爷奶奶的 我尽力而为 代我是没权利的 我也没义务 这个是你们两人的利物 如果你们不带 我要上法院 岂是你们两人弃性的 儿子离家出走 儿媳也回了娘家 无奈之下 孩子的爷爷奶奶 只好到法院起诉 通过诉讼 替孙子找回父母 三个家庭八口人 再次坐到一起 为了孩子的将来 也为了一个完整的家 三个月的娃娃上法庭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好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 是中华女子学院的李明顺教授 李老师 我们看现在小两口闹到这份上 将来是分是合 好像还不能确定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不能把孩子扔下 一个三个月的小孩 交给老人看管 这肯定是不行的 您觉得就目前这个状况来看 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情况 夫妻之间有多大的矛盾 或者说是婆媳之间也好 或者是夫妻之间也好 岳父母和女婿之间也好 不管这个矛盾多大 有一点是非常错误的 那就是把孩子作为筹码 作为这种工具 这是非常错误的 小两口作为孩子的父母 那么他们把孩子 扔给一方 或者说扔给对方的父母 不管了 这种行为实际上属于仪器 就是说你有法定的抚养义务 有能力抚养而拒绝抚养 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仪器 好在他们的行为 没有给孩子造成严重的后果 如果造成严重后果 甚至可能会构成犯罪 那么第二个 父母是孩子的监护人 父母对自己的未成年子女 富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那么也就是说 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 帮着他们的子女带一带孩子 这仅仅是对子女的一种帮助 而不是法定义务 2016年8月初 渠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 成立了家事调解中心 将有关婚姻家庭 赡养抚养 遗产继承党案件 在诉讼之前 先到家事调解中心进行调解 这个家事审判 不能光注重判 要调判结合 如果只强调判不强调调 容易引起矛盾的结果 我举个例子 就小夫妻两个这种矛盾 他有时候是吵架 吵到一定程度 但他感情并没有完全破裂 如果说法院就是 一味着强调 你是不是怎么 就是说符合离婚的条件 用法律上的这个硬杠子 来确定双方的婚姻的身份 是离还是和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一判了之 矛盾计划 这次为了解决老杨甲遇到的问题 家事调解中心 邀请了相关专业人士参与调解 其中有法官黄甘富 有渠江区的团委书记宁春 还有心理咨询师吴素珍 我觉得非常同情这个孩子 我觉得再怎么样 父母亲之间的错误 或家庭之间出现了裂痕 不能把这种悲痛 或说不幸带给你的孩子 所以我想从我的角度 想尽力地去参与这个条件 把家庭关系帮助他们去修复起来 让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家里 健康地成长 2016年8月17日上午 首先出现在家事调解中心的 是孩子的父亲一家人 调解员先跟孩子的父亲阿康 做了沟通 一刻钟后 孩子的母亲阿文和他的家人 也来到了家事调解中心 孩子已经一周没有见到了 母亲阿文迫不及待地 把孩子抱了过去 双方坐定 调解员开始让双方 各自陈述自己的想法 希望上海的那些事情 全力 先来吧 杨伯来看她怎么回家 我们今天小孩怎么回家 怎么回家 怎么回家 杨伯怎么回家 杨伯怎么回家 杨伯已经回家了 要带你脸 怎么带 他 他衣服给我买了 有了给你买了 不要帮你去双家 你怎么回家 你先说 他没说 我都也没话 他没说 然后他都表态了 我记得自己样 我有什么话 你们先回避一下 长辈先回避一下 见双方的情绪开始有些激动 调解员决定 先将双方的父母请出调解室 留下阿康和阿文 他们开始重点做夫妻俩的工作 为了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调解员将阿康拉到了阿文的跟前 我问一下 好放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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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 没事吧 刚才看你抱着孩子 然后也是 你看你们两个人都是小孩子 还当妈妈爸爸的嘞 要很负责任的当妈妈爸爸 是不是 要很负责任的当爸爸爸爸 握着他的手 我说还没干得住 对 对 对 在妻子面前 阿康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答应以后好好过日子 在调解员的调解下 双方经过沟通 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三天之内 阿康娶岳母家 将妻子阿文接回家 孩子由夫妻俩共同抚养 据记者了解 目前阿康和阿文带着孩子 已经从父母家搬了出来 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 开始独立生活 李老人我们看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是一对90后的小夫妻 其实刚结婚的时候感情还可以 那么什么时候出现的变化 就是在有了孩子之后 就是很多家庭在有了孩子之后 这个夫妻关系啊 家庭关系啊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实际上啊 夫妻之间啊 有了孩子以后 由过去的二人世界变成了三人四人 这样的 我们对子女又多了一层抚养教育的义务 所以双方要有这种责任和义务意识 这是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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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熟悉对方的一些这样的沟通习惯 男女之间在沟通上有些时候是不一样的 所以只有是加强这种沟通 那么才能够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还有一个 我们常讲啊 你娶一个人也好 或者嫁一个人也好 不是单纯的夫妻关系 还有他那方面他的亲属 还有一个我们和这个其他家庭成员的沟通问题 你像这个男的实际上就是和他的这个岳父母沟通 特别是岳母沟通就存在着问题 你们像岳母朝他要钱 他就理解成我是你女婿 你还跟我谈这个钱 还跟外人一样 实际上他就没有理解到岳母朝他要钱 并不是真的朝他要钱 而是要求他履行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的责任 作为一个丈夫应该尽的责任 为人父母首先意味着责任 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 你就有责任和义务把他抚养长大 不能因为夫妻之间那些矛盾 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挫折 就试图把孩子弃之不理 要知道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不仅是血缘关系 也是法律上的责任义务关系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感谢李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东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做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镜见